当数码相机慢慢取代胶片相机 照片也似乎变成了屏幕里一幕幕的画面 而社交网络的兴起 似乎让打印照片这件事情 显得不那么有意义 可朋友圈的点赞过后 那些照片就似乎永远躺在手机里 别人不会问津 你也不会在意 所以当我看起了家中的老相册 和摄影师给我翻看自己的作品时 我才意识到朋友圈的照片是属于别人的 而打印的照片才是属于自己的 十一黄金周也将来临了 我也想打印一些照片作为自己游玩的记录 正好小米众手的打印机也到了 不知道效果如何 今天我们就来体验一番 什么是阻碍我们打印照片的原因呢 是过长的充印等待 还是昂贵的打印机 这些问题你在这个小家伙身上都看不到 他就是今天我们视频的主角 米家手持打印机 我们先来开个箱 里面有一个打印机 五张相纸 一根microUSB的充电线和一本说明书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打印机本体的外观像极了一个白色的充电宝 体积非常小 甚至可以直接放在口袋里面 不过这个亮面的塑料 虽然看起来挺好看的 但是几亿沾染有物 而且我总担心这种材料 使用长了刮花会非常难看 如果是磨砂材质就更好了 机器本体就只有一个配对的物理按键 其他操作都需要依靠米家APP来完成 将相纸按照指示放入相机 连接上米家APP 你就可以开始打印照片了 不过比较有趣的是 这台相机除了能打印普通的照片外 还能打印AR照片和流声照片 毕竟传统的相纸 储存的只是图像信息 而AR照片就可以保存一部分影视信息 流声照片则可以保存一部分声音信息 想想生日聚会上拍摄的照片 回放时还能真切地听到他人的祝福 也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其他诸如拆图拼图之类的修图功能 想必就不用过多介绍了 毕竟手机上的修图软件那么多 随便找一个质量都要比这个自带的好很多 说了这么多 实际打印出来的效果究竟如何呢 很遗憾地告诉大家 打印质量是比较差的 这里是圆图 旁边是摄影师在网上抽印的照片 这是米家手持打印机打印出来的 不管是颜色还是清晰度 米家手持打印机的打印质量 都可以说非常糟糕 当然这不完全是小米的锅 因为Z-Ink这种技术 本身打印质量就比较堪忧 Z-Ink这种打印方式有一个好处 这种打印技术的显色材料都在相纸里 打印机长时间使用几乎不会损坏 但如果你想把它当传统的照片打印机使用 我还是劝你尽早放弃这个念头 所以实际出行的高质量照片 建议你还是不要用这种打印器来打印 不过你要是有一个写日记 或者手帐习惯的人 那这款打印机还是挺适合你的 因为这个打印机除了打印的尺寸比较合适之外 像纸还自带双面胶 可以轻松地贴在本子上 手机随手拍的一些东西 都可以轻轻松松地连贴在自己的手帐本上 而且随用随打 不需要等待充硬漫长的配送过程 而且手帐的场景 本身对画质也没有那么敏感 反而只是需要一张张小图来记录生活 其实体验完这台手持打印机 我内心还是有点点小失落的 我本以为它会有更加优质的画质 可以陪伴我度过这个充实的时衣 但实际上它的画质 我认为是不足以放在相册中进行展示的 RAR和留声照片虽然有一定的创意 而对我而言 我打印照片就是为了让它脱离数码设备而使用 而它要实现这些功能就必须用到手机 对我而言这是本末倒置的 但是因为它的画质差就没有存在在价值了吗 我认为不是 它的特点就是它具有一定的时效性 它可以随用随打 并且既然是小米出的东西 那一定就绕不开价格这个因素 这款我们是众筹购买的 价格是299元 上百LG或者其他厂商的手持打印机 它的价格只有竞品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并且它的相纸大概每张是在两元左右 如果你是一个经常做手杖写日记 并且喜欢把自己的拍摄东西 粘贴到各种各样的地方 我觉得这款产品还是有一定的客取之处的 但如果你真的是想打印一个质量非常好的照片 我觉得你还是更应该选择充印照片 或者是去买一台热声滑的打印机 这里是清电科技 如果你觉得本期节目做的不错 欢迎见素质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录完啦 录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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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到这里的brar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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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